经济学中有一个经典的问题 养蜂人和果农 到底谁应当给谁付钱 养蜂人认为 果农该付钱给自己 理由是没有蜜蜂的兽粉 果园就无法丰收 果农却认为该付钱的是养蜂人 理由是没我的花粉 蜜蜂就无法酿蜜 这个问题的本质 就是没有蜜蜂人 就是在合作关系中 到底谁是应当被感谢的那一方 《修纪》中 唐僧和悟空的一番问答 堪称是对这个问题的完美答案 事情发生在《修纪》第98回 此时唐僧师徒已经到达灵山 准备上雷音寺参见佛祖 经过一个叫凌云渡的地方的时候 就被一道湍急的水流挡住 那水足有八九里宽 除一条又细又滑又窄的独木桥外 并无别的道路可以前行 作为猴子 但是悟空当然不会把这桥当最回事啊 他来来回回地在上面跑了好几圈 然后拉住八戒 说不从这独木桥过就成不了佛 定叫八戒和自己起过桥 把个八戒吓得是趴在地上 说佛做不成就做不成吧 这桥我是绝对走不得呀 正当悟空拿八戒寻开心的时候 唐僧就看见一条船从上游漂流而下 连忙招呼悟空和八戒 说你们别闹了 又撑船的过来了 悟空火眼金睛 认得是接引佛祖 却并不说破 接引佛祖把船撑到近前 众人才看见是一条无底的船 唐僧心惊 说这无底的船怎么渡人呢 纳金佛祖说呀 我这船虽然无底 却能够普渡众生啊 唐僧还在迟疑 悟空却把唐僧往船上一推 唐僧力脚不住 一时跌进水中 纳金佛祖手劲眼快 一把将唐僧拽起 站立船上 八戒沙僧也牵着马上了船 金佛祖把船撑离岸边 却看见另一个自己 从船边被水冲了下去 唐僧见了大惊 悟空却笑着向师父解释 说师父你别怕 如今你已脱去樊胎 冲下去的正是你的肉身 四人上岸 唐僧回身向三位徒弟道谢 悟空这时就说了一句 闪烁着智慧光芒的金句 两不相谢 彼此皆伏之言 我等亏师父解脱 解门路修工 形成了正果 师父也来我等保护 禀教加持 洗脱了凡胎 千万不要小看孙悟空的这句话 他虽然极为简短 却说透了合作的本质和精髓 彼此成全 合作共赢 我们看取经团队的这几个成员 可以说是各有特点 也各有打算 可是 就是这几个性格有着巨大差异 本领有着天壤之别 悉心动机也各不相同的几个人 凑在了一起 居然就这样一路上相互扶持 相互打趣 降妖除怪 跋山涉水 走过了十四个春夏秋冬 走过了十万八千里的漫漫长路 最终到达了梦想中的林山 之土四人的故事告诉我们 一个团队 其中的单个成员可能并非完美 他们有着种种优点 同时也有着种种缺陷 但是 只要这个团队有着共同的目标 有着足够的包容性 分工学作取长不短 就能够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而一旦整个团队的大愿景实现了 个体的小愿景也就得到了实现 所以啊 悟空这句话 也就完美地回答了经济学中的 那个经典的争论 养蜂人和果农 到底谁应当付给谁钱呢 而答案就是所谓两不相欠 合作中的任何一方 都既是给予者也是得到者 没有哪一方是要被单独地感谢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